先给你道个歉啊 对你态度不好 就站在我这位置上面 应该是不要发那么大的火气的 所以我必须就态度问题跟你道歉 但是确实没控制住 我之所以说要法庭上 让他去跟你谈离婚的问题 知道是为什么吗 我特别想知道你心里怕什么 后来我发现你这个都不怕 这个就让我们觉得特别恐惧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跟陆琪老师是一样 你会特别特别恐惧 我就想知道就是 当你儿子不敢回家 在隔壁楼道里背着书包哭 你听到这一幕的时候 你心里不难受吗 不难受我一肚子气 没考好还有点哭 太可怕了 所以这就是最可怕了 你一点敬畏之心都没有 你真的不害怕孩子出问题吗 孩子由我来教育是最好的 不是你不害怕他们出问题吗 怎么可能以我这种教育方式是最好的 哎呀 哎呀 那个 我就一个建议好不好 从今天开始 对成绩的要求稍微放松一点 更多的来关注一下 孩子对爱的需求 好吗 接下来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们毕竟经过了十年的风风雨雨 现在小孩也渐渐长大了 我希望你能为我们这个家庭 能为两个孩子改掉你的脾气 我希望我们能好好的生活 你不要把我们的婚姻看出一场哀戏 你就是对我不相信 教育孩子的方面呢 也不跟我站在统一战线上 跟我唱反调 教育孩子我们俩一见要一致 你平时也不管孩子 教育方面的事情就要听我的 你不要跟我唱反调 我们要一见一致 你先不要求他 咱们说夫妻之间达成统一 前提是不是基本认识得对啊 如果是错误的统一 那不是把孩子害了吗 你要允许你的孩子 不能考定一名 你要允许你的孩子懦弱偷懒 你要允许你孩子身上有太多的不足 这才是你爱他 那我想问 他考不了第一名 你还爱他吗 喂 那我的孩子考不了第一 还是我的孩子吗 我问一下 如果孩子说 我的妈妈就不是很优秀 我也不希望她是我的妈妈 你这个妈妈 你身材也没有其他的妈妈好 你长得也没有别的妈妈漂亮 你也没有别的妈妈温柔 那你还是我的妈妈吗 你的孩子如果这么说 你会难过吗 我觉得你刚刚这个话特别慈爱 你的孩子就一定要特别优秀 要出人头地 你的老公也不能够比别人差 你所有的一切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你呢 你有想过你吗 我是不是比别人足够优秀 我比别人更强 比别的妈妈更具能力 我会给他们衣食住行 安排得特别好 我买十个锅 因为我十个锅我都会用 你是这样的吗 你好像也不是 所以你凭什么要说 我的孩子如果考不了第一 他还是我的孩子吗 那你的孩子就可以反问你 我的妈妈都不会下厨房 那他是我的妈妈吗 我的妈妈也没有上过大学 他是我的妈妈吗 我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 说实话 我可能会俗气一点 我觉得我坐在这儿 我比你年长几岁 可能比你精力多一点 我应该比你自信吧 但是我没有这个自信 我常常会问我的孩子 宝贝 你的妈妈有时候 做厨房的事做不好 整理家也不行 你会把妈妈跟别的妈妈比 你会觉得心里有点失落吗 我特别感谢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说 没有啊妈妈 我觉得你很好啊 虽然你这个不会 但是你会别的 我觉得很好 我特别感谢我的孩子 我所以也希望 你这个妈妈 能够告诉孩子 孩子你可能没有 别的孩子那么好 你可能没有考第一 但是妈妈 一点都没有减少 对你的爱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会这样 我真的不明白 多可怕啊这些思想 别那么想好吗 回家 不管你和老公的关系怎么样 好好学会疼爱你的孩子 给你孩子空间 当老公的 有点作为吧 咱今天不说离婚的事了 您的性格我们拦不住 一会儿这个门开 你愿意改变自己的方式 你就从门里出来 你不愿意改变 你可以离开 先生也很简单 咱们不说离不离婚的事 你愿意为这个家庭 多承担一些 主动地担起一些 孩子教育的担子 您就出来 您要不愿意 您也别出来了 好不好 谢谢你们两位 请回请回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